你说你说放心有我 我说我说绝不送上 琴头嗓音唱出歌词中的幸福氛围 女星何以琪出道20年 不只出过单曲还曾拍摄许多广告 13号她在脸书发文表示 自己也收到了中国的旅游拍摄邀约 看看何以琪贴出的内容 说是能边玩边赚钱 条件是拍摄短眼音 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 两岸文化差异等 平常也得评论时事 但她马上拒绝 她说知道自己答应了 就会变成工具人 再也不能有主观想法 还说怕膝盖跪下去 受伤的是自己 看到了那句 她说最好是有 就是平时会评论时事的那种 然后我就说那我可能没办法 我说因为我现在答应你了 但是我之后 在跟你们拍摄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们要我讲一些 我讲不出口的话的话 我会很痛苦 何以琪表示邀约费用多少钱 没有细问 内容写得不清楚 而今年3月何以琪曾在脸书分享 网红钟明轩到中国拍摄旅游影片的看法 她推测可能因为这原因 才会成为被征询的对象 能确定的就是 肯定是不会有任何 让你讲不好的地方 不接受就不要去咯 不然怎么办 其实何以琪曾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 也曾发文回忆当时的生活 如今爆出中国疑似透过邀请网红明星到中国拍摄影片 达到政治目的 这敏感话题备受外界关注